今年瞅这二的 也没强多少 你比如说很多人讲 这篮网队之所以最近几年打得不好 主要就是教练史特弗纳斯 他应该最悲过 这个完全就是比较偏迫了 因为纳斯不是说不能领军完整精神的篮网 之前这两年会 哈等即便独立领军 没有多连特欧文 战绩也是动不第二的 那一点不老话 那是不是哈 纳斯作为主教练长勺呢 也是 所以纳斯作为主教练 常会赛期间 他证明了 你要给我三句头 我能打出联盟第一的战绩 曾经确实做到过 联赛第一那赫子 遥遥领先 一记绝尘 联赛第一 你要是给我缠着呢 只要有一个后卫 那么我就能带队啊 打出一个 起码是东部前二的表现 这种当中呢 还能够拥有 整体发挥这块 主以基神联赛当中 最佳竞争榜单 前二的这种运动员 哈等会就两个月最佳嘛 所以那时 常会赛期间 起码他是有个代表作的 至于说今年前五场啊 前五场人数也不整啊 而且正容当中没有哈等嘛 正容不整 欧文他始终有点毛病 北希邦斯呢 实时没有出战 靠多兰特一个人 那当然没有 当年哈等一个人 带队表现好了 因为这点就是 多兰特整个职业生涯 比不了哈等 如果说不依靠豪华阵容的话 多兰特单独领军 效果远远迅速于哈等 今年这又是一个 再度的直解对比 多兰特啊 无力率队 一个人 上来是胜率不足 30% 28%左右 一开始那会儿 但你看当年哈等战的时候呢 胜率干到70%多 也是单独领决 所以最近几年 篮网队失败的责任呢 不能都甩给斯蒂芳纳斯 人家缠着完整阵容 季后赛都有表现 目前为止 这亚克温 季后赛能走到哪儿 谁知道啊 能不能打季后赛啊 估计是能 季后赛能走多远呢 能不能突破 纳斯给这支球队立下的 自从布鲁克林篮网 历史上成立以来 最好的季后赛记录呢 篮网队一直以来 他就是十多年的历史 最好的表现 季后赛就打到第二轮 纳斯帅都做到的 亚克温能不能复刻呢 不一定 如果说仅仅打到第一轮 说明你还不如纳斯呢 至今为止呢 篮网队完整阵容 你打出联盟第一战绩了吗 也没有 也没有 这点也不如纳斯 现在没有了这个杜兰特了 让欧文带队 能不能赢呢 两年败 这是亚克温 所以你要说教练 不能说这个 纳斯是背过我的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